黨主席壓力很大 其實還滿可憐的 對不對 因為米朗 其實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他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他負責責任也不高 但是他起來承擔了 他出來選了黨主席 選了黨主席之後 米朗兵敗如山倒 他雖然在終生代的二阿哥已降 就除了大阿哥之外 二阿 三阿哥 四阿哥 五阿哥 全部通通支持他 可是感覺上這些 學運世代的阿哥們 似乎也並沒有 加上他也找了羅文嘉 做他的秘書長 其實好像也沒有發揮 什麼積極的作用 或者是說 因為是終生代的關係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思維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 打選戰的方法 看起來沒有 是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 我覺得最危急的 可能是這一點 就是說當這些人 大家剛剛很多人都評論過了 就是說因為民進黨沒招了 可是如果說 連民進黨的年輕世代 或者是中世代 也都沒招了 因為你說他們以前 民黨老一輩的 就喜歡講悲情 然後當時的民主運動的貢獻 然後或者是打反中牌等等的 可是如果你連青壯派 也只會這個 而不會別的 我坦白講 譬如說像鄭文彩 他的當選跟他的連任 都跟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跟傳統的民進黨招 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們似乎也沒有辦法 拿出別招來 我覺得你說他們這些中生代 包括這個卓榮泰在內 焦不焦慮 還是說管他的 反正我們等到2020 像大佬講的 這是我家的 就是說反正就挨 挨過這一陣子 等2020之後再說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子 比較就是不知道怎麼挨 怎麼會這麼嚴重 怎麼會比想像中的嚴重很多 進了廚房才知道 怎麼這麼熱 而且根本是火了 以前其實民進黨 不是只有這些招而已 民進黨也很會 譬如說抱毛小孩 搞文青 對不對 辦音樂會 走這種輕鬆的 年輕的 現在只剩下一個人在搞 就陳其邁 就是說陳其邁選輸了以後 走所謂的暖男路線 所以你看所有的民進黨的 這些黨政高原們 他們在講話 只有一個人講話比較不酸 就是陳其邁 因為他在選完之後 就忽然轉性你知道嗎 就變走暖男路線 與他身處寒流第一線 然後他就變成喝咖啡 抱貓 行政院副院長 也每天就是講很柔軟的話 跟他以前這是180度大轉彎 只有陳其邁不一樣 其他的人就是有一點 就是整個的肢體 不知道怎麼 手要擺哪裡 眼睛要看哪裡你知道嗎 要怎麼樣出場都不曉得了 所以我覺得 這一場選舉的衝擊 帶給民進黨的 遠比民進黨能理解的 或能想像的深很多 你比這些中生代就是說 這些阿哥們 還有師兄們 卓榮泰師兄們 更年輕的一輩 其實你看到他們更焦慮 更沒有方向感 更不知道 這時候我到底該怎麼辦 有一些很low的 就開始譬如說走寒黑路線 因為這樣我才能夠有那個 有版面 有版面 然後大家才會看到我 所以從頭到尾 我覺得其實是已經 整個亂了正角了 他們當時說要擺出隊形 要清理戰場 不是說整隊都整好了 要重新整隊 整隊整好了以後 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走 不知道該穿什麼樣的制服 該離什麼樣的髮型 所以我覺得你不覺得 我覺得卓榮泰他其實是 是很有疲態的 他並沒有 他也拚不出來充滿信心 也拚不出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收復師徒 我們要怎麼樣紹康中心 都完全沒有辦法 有這樣的士氣了 他就只能夠很卑微的 搬出他們這一套 老祖宗的那一套 對 因為剩一禮拜 現在剩沒有一禮拜 剩三天 說這個時候可能剩一禮拜 現在剩三天 輸掉就輸掉 說什麼都沒效 他也很怕這兩區選 因為我坦白講 這選區的確是不一樣 雖然我們是嘲笑他 他們講話真的是太over了 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是 國民黨文山區要輸掉了 國民黨應該也會不知所措 也會覺得說永和 永和居然國民黨派出來的人 都沒有用了 那怎麼辦 到底怎麼辦 其實不是說那個 孫大謙要去選的那一區輸掉 對不對 或者是說比較中性的 這現在是這個最深藍的 國民黨的要輸掉了 那怎麼辦 這也是最深綠的要輸掉了 要怎麼辦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這些牌都打不動的時候 他現在還在打這個牌 當這個牌 316也打不動的時候 就讓他再打到2020的 選舉好了 1月好了 我覺得他們不會回頭 也不會轉彎 這種牌會一直打到2020 等到打到2020 立委也輸掉 總統也輸掉的時候 民進黨有沒有辦法 因為1124顯然他們沒有辦法反省 316也很難反省 到明年的時候會嗎 因為2008年國民黨也成 民進黨我剛才講錯 2008年的時候 民進黨曾經輸得更慘 只是他四分之一的席次 很多民進黨的人 我記得選完的時候都說 那20年沒辦法回頭 20年跑不起來了 對不對 大家都聽過說 他20年不可能再回來了 就回來了 可是回來了以後 為什麼四年就搞掉了 因為民進黨的人 從來沒有從2008年的重大挫敗 學到任何教訓 沒有學習 連2016年就是一定會贏 政權一定會拿到 也沒有任何執政的準備 功課都不做的 我不曉得今天2020年 他們再度挫敗了以後 會改嗎 這些年輕的一輩 中世代會改 老的就不用講了 會改嗎 不改的話台灣民主 還是永遠會面對這一群人 經濟自由度 台灣的分數 在全世界裡頭 200多個國家 其實排名不差 我們大概在第十名上下 所以算是很自由的 但是如果四小龍裡頭 我們跟香港 還有跟新加坡比 我們都說我們為什麼比不上人家 就是我們不夠自由 經濟自由 還沒有達到他們兩個 他們基本上是城市國家 或是城市領域 這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認為說 只要我們的經濟自由度 趕上這兩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趕上一大街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歐洲商會 美國商會 一直都講我們的經濟不夠自由 那是不同的角度 為了圖利他們自己的商業力 而來講的 這個到底可取不可取 也有商討的餘地 但是你考量台灣的海島 海島特性 還有考量我們的戰略地位 還有考量我們一路 從1970年代到現在 所以能夠爬起來的 就靠自由經濟 所以應該朝野就這一方面 除了大陸因素以外 就經濟自由的放寬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現在為什麼聽起來好像不一樣 這個當然第一個因素就是說 這個朝野 我們台灣朝野是鬥到說 就算一個好事情 我提可以 你提就是不行 實際黨惡鬥 對 朝野意味以後又一樣了 就是你提可以 我提當然不行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因為 這個1.12.49選舉完以後 國民黨的態勢是有一點 地方包圍中央 所以有韓國瑜帶領 說要把高雄自由經貿 這個地區要開始 然後其他兩個主要的 台中這些都一起會合 這個有戰 然後有國民黨黨團的 大牌委員發難 這個內閣 或者尤其蘇院長的感受 就說你們來了 你們 你們地方要包圍我中央 所以即使在對的事情 他也要找個理由說 也許暫緩 也許這個不對 也許這個副政務很大 所以主要發言說這個不好的 財政部 財政部說這個會洗錢 農委會說這個不行 台灣的農業不公平 還有其他還有說逃稅 洗錢 還有稅付 稅付各個地方 因為你是不是經貿自由區 而有不公平的現象 成為大陸的共犯 我認為這個是整個內閣 措手不及的反應 因為如果你真要反應的話 你應該去講說 我們又漫了好幾年 自從上次國民黨提出來以後 又拖了這麼幾年 是不是食不我餘 但是既然這個是不可逃掉的 要救台灣 讓台灣脫胎換骨的 必走的路徑的話 就算漫五年 漫十年也要做 所以我們跟你講說 Never too late 七零 我再講言語 永遠不會遲 還有也應該講說 我們應該討論的是要幅度多寬 韓國一指當然指 夠鄉雄 朱立倫昨天就講 北中南各一 我更厲害 我說乾脆把台灣整個 就叫經貿自由打 如果打不好 經貿自由國也可以 勞工會反對 但是因為你台灣那麼小 台灣那麼小 如果你北中南各一的話 再加你後面的腹地 再加起來 不是整個國家了嗎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新加坡的擴大 或者把香港的擴大 一樣 如果你跟全世界看台灣 做得很成功 不得了 一個這麼大 一個36000平方公里的島 竟然是經貿自由島 那也未嘗不可 但是你明年如果真的 政選腦回來的話 你們現在不妨還有十個月的時間 去好好去想 或是甚至你們的總統候選人 也應該提議出來說 我如果會衝回執政的話 我要怎麼辦 朱立倫不是接了這個球了嗎 對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倒是覺得朱立倫 重點 等一下我們還會討論他 朱立倫其實重點 在五月初跟四月底以前 去登記的時候 到底你要怎麼樣把你的支持度 拉上來 讓這個主席不用費心 讓柯屁知難而退 那是下一段討論 對 不是 但是我會回答問題 我從來不會越跑越遠 你放心好了 所以我認為像能源 像兩岸 其實朱立倫在剩下的一個多月 不用太費心 因為那是將來跟蔡英文對幹的問題 但是像這個自由貿易其實也不是 這個朱立倫在這個五個禮拜裡頭 要跟柯壁拉開 其實年輕人 大家去想這個 年輕人 所以要學陳其邁去直播 抱貓 不行 這個年輕人越來越聰明 貓看煩了 狗也看煩了 在於沒有什麼公務可以好看的 我跟你講 現在只要看貓小 你要組合把年輕人的心抓回來 這個有那麼難嗎 我是覺得沒有 這個你一旦抓回來 柯壁就完蛋了 韓國瑜所丟出來的 都是叫毒藥 都叫蟹藥 然後他們所提出來 才叫做解藥 就是民主黨目前的一個思維 同樣一個自由經貿區 國民黨倒是從頭到尾 都是非常一致的 只是因為歷史的一個脈絡 讓他中間有停頓 否則他整個的內涵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認為 還是應該大力去多推展的 我也認為 Senae你如果說是台灣藍綠之間 可以把這個內容 好好來做一個討論的話 我想對台灣的前途來說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顯然有些人的氣度 並不是如此 特別是今年是選舉年 很多人就是利用一個 他們過去來說 2013你看賴清德跟陳菊 所講過同樣的一個話 你現在馬上又變得不一樣 還要加上呂秀琳 他認為自由經貿區 是必須要走的路 還有陳明文 那時候嘉義沒有申請到的時候 還印相親的要求說 我們第二階段 希望能夠把嘉義給納入 這就是他們所講的東西 同樣是自由經貿區 一模一樣 只是2013 2014年講的話 跟現在講的話 是完全不遺忘的 所以這相對而言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真的是沒有好好的思考 台灣整個經濟的一個走向 而且他們今天所特別提到 像陳吉仲就會說 你看昨天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財委會在做質詢的時候 是所有的官員一昧的去反對 可是你還檢視 他們所反對的一個內容 像陳吉仲所講的 這會傷害到我們的農民 不要忘記內銷 你陳吉仲是主管農委會的 還要經過你農委會的核准 那經濟部 你說他可能會有中資進來 對不起 任何東西我們都會依據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經濟部具有很大的審核權 除了你都睡著了 否則這些事情 主動權還是掌握在 你自己的一個手上 你剛剛說什麼外勞一進來 現在我們不是剛剛通過嗎 高級人才進駐台灣的一種方式嗎 這些都是民進黨的一個主張 所以我才說 同樣一件事情 他們講出來就是解藥 我們講出來就是毒藥 這就是一個腦袋瓜 如果你沒有把這樣一個主軸 放對在社會民生福利上面 而只用選票或政黨議事 來做一個考量的話 你就會變成前後不一致的 這樣一個矛盾點 當然你剛剛秀琳 點到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然他是因為韓國瑜 只要任何從韓國瑜所講出來的話 民進黨一定要請全黨之力 不是只有總統府的高度 跨部會 還包括鄉鎮 還有那種部分區的議員 還有很多全國部分區的議員 也都會跳過來 來去對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來做出一個批判 所以我才能不斷的提醒就是說 不要忘記韓國瑜是怎麼崛起的 你越打他會是越紅 不要因為他每次講的這些事情 他拋出這個議題 很多的細節我們要去深入 所以國民黨團就跟著這個部分裡面 提出一個比較更細微的一個方式 可是這些方式完全沒有經過 更深度的一個討論 我覺得昨天民進黨的整個的談話 還是停留在一個意識形態的一個層面 因為他們所提出來 可能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 我們都一一擊破 但是你會發現這樣的問題 他最後還是把你綁標在 你只要一開放 阿共還要來啊 你最後的那個終點一定會綁在 阿共還要來啊 阿共還要來之後 你就會讓很多事情 就失去他討論的一個模糊的一個焦點 這就是我們台灣目前為止 我覺得藍跟綠還有整個前途 大家每次講到這個地方 批判之外其實覺得還滿憂心的地方 我覺得以這個東西拋出來 真的大家不管選舉是如何 好吧 國民黨我還是強調 從已經到現在我們都認為 現在如果不做已經太晚了 我們也不過是想從點線面 來增加台灣的競爭力 而且這件事情 自由經貿軍也不是台灣人想出來的 世界各國很多人在做 我們只是覺得別人行 我們也行 大家還是好好地把這些細節看清楚 再來做一個深度的討論吧